而在凤梨社区关怀据点 长者不只是能够透过讲师安排的课程 进行各项的健康运动 在课程当中也安排了客家麻吉的制作 不仅是让社区长者活络筋骨 还能够透过搓揉客家麻吉的过程当中 找回以往的好味道 让长者找回儿时的记忆 在讲师的教导之下 长者们拿着捣好的麻薯 一一搓揉成形 并且包入红豆内馅 一颗颗客家麻薯就完成了 讲师说 好吃的客家麻薯 必须挑选三年以上的米 才能够来制作 外皮吃起来才会Q弹 大家在说 做麻吉的糯米是要老一点的 要老一点才不会稀稀的会跑走 它还会挺起来这样子 他们有限制说 如果是比较专业的话 他们会挑几年的米 比如说三年的米 四年的米 一般就是像现在 就是有一个修饰的粉 修饰的粉 如果糯米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 比如说玉米粉 它可以修饰 比如说橙粉 它可以修饰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凭经验 你做久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我这个粉 捏起来它是什么感觉 我要加多少 什么其他的粉 甚至有94岁退休老师 参与其中 他更觉得在关怀据点 能够让年长者动动手 找回遗忘的记忆 是非常好的 做几个 四个 然后 凤林镇年长者居多 今年凤林镇公所 更是广设十个关怀据点 希望让长寿镇的长者 不只能够活得健康 也能够过得充实 记者凌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